高雄市議會通過議會質詢最晚6點半下班 被批評是護航韓國瑜引發了軒然大波 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也加碼嗆瞎 時間到就下班根本是糧缺 結果這場下班風波卻燒到台南市場 以往開議期間多半在下午1點多 結束質詢下班的黃偉哲 被國民黨團炮轟太涼 經過市議會開會決議 往後報告質詢必須5點半才能下班 高雄市議會訂出議會質詢 最晚6點半準時下班 印發軒然大波 而這場火也燒向台南市議會 台南市長黃偉哲惨遭波及 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怒轟以往定期會 前市長賴清德和現任市長黃偉哲 多半在1點半左右就下班 以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的標準來看 實在太良 應該必照辦理 議會定出標準決議往後台南市長在開議期間報告質詢必須5點半才能下班 對此黃偉哲淡定接受 不需要把用政黨的眼光 用有色的眼光去做 去做一個比較 我覺得其實我們本來就是尊重議會 從來也沒有說議會質詢到一半 反正我時間到了我就要走 沒有這回事 班出立委經驗談 黃偉哲強調之前通宵審預算都是家常便飯 現在當市長一切尊重議會意見 不願多談 就怕節外勝之 記者黃富奇 天然報導 接著 高好好的